我想到 他会 会这么吵 然后就突然掉下去 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 我练了四年 我就为了这一刻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情况 今天 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 在短暂的时间内 自己做了怎样的调整 我只是想自己赶快冷静下来 因为我觉得 既然还有机会 我觉得 然后我就要去努力把它比好 我觉得要 不能让外界 我觉得 对我有 就有其他说法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 自我把上调整好 我觉得 今天说在这个项目上 你具有超强的实力 那么金牌的悬念呢 并不是非常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和教练是怎样 准备这场比赛的 因为 今天从预赛看来 处理四的包哥的状态 还是不错 所以说 还是 就是说要布置一下战鼠 然后但是因为 准备过轮头 今天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决定 还自己往前游吧 我觉得 然后 就以自己的节奏 来带乱其他别的 我觉得还是完成了 教练的 教练的指标吧 我觉得 谢谢 那么这教练会 这两枚金牌 看似得非常的顺利 但是我们知道 在赛前 你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刚才在 到了终点之后 留下的热泪 是不是也为了这一刻 对 因为 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然后 然后从08年到现在 我觉得四年 我觉得不光是我教练 还有我的父母 这十年我觉得付出的太多太多 还有我的团队 我觉得没有他们 不会有我今天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成绩 属于大家 那么在200米 400米 1500米 这个项目上 从来没有一位选手 能够完全占领统治地位 那么现在 你已经获得了 一枚银牌 两枚金牌 今后在这个项目上 自己有什么样的 这种计划 我觉得 在1500上面 我觉得 回去努力提高吧 我觉得还是有 提升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 从今天总的来说 留的还是 比较轻松的 如果我觉得 没有那些 之前的那个 抢调干扰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 在这届奥运会上 中国勇军全面的崛起 你认为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靠 大家努力和训练吧 因为我觉得 美国人 欧洲人可以做到 我觉得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比他们 更能吃苦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在这届奥运会上 我觉得属于中国 应该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对 好 再次谢谢孙杨 你是最棒